它叫虾锅 它叫虾滑 太没用了 过来 虾锅 这是弟弟 过来 既然主人一厢情愿地给他们组了火锅排档 虾锅心里的最大困惑 可能就是 虾滑究竟够吃几口 而在虾滑看来 这个室友相处起来 可能会有点累呀 既然无法岁月静好 那就不如暂时隔离 让虾滑洗它压生的第一个澡 要不如暖地壮一块掌均匀 只要是在翻过讯 再帮一块掌均匀 再裹一块掌均匀 一块掌均匀 一块掌均匀 有点太好 科尔亚在过去 其实是一种诱饵鸭 他们被猎人放置在陷阱边喂食 通过鸣叫声引来周围的野情 会叫的瞎滑 没有招呼到同类 却深深吸引了好奇的豆柴下骨 这对火锅拍档 究竟能好好相处下去吗 一切只能有待下回分解了